歡迎收看 我是謝德欽 歡迎收看導讀台灣 以前我常聽 處邊四大人說 三年中山頭 不然一年灰暴露 可見我們對火災的戒慎恐懼 那火災一旦發生的時候 消防队自然扮演的 举足轻重的角色 达文雄永远站在最前线 竭尽所能地 为我们来守护家园 而现今的我们 行进每一个街区 几乎都可以看到消防单位 那他们早就融入到 你我的日常生活之中 不过身为观众朋友的我们 以前可能会想知道的 过去的消防队 曾经甚至被当成是 炼裁工具 有一位古罗马的政治家 他名字叫克拉苏 他创建了一支商业消防队 而每当火灾发生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时间 不是帮忙灭火 而是赶到这个现场 先勒索屋主 克拉苏会提出极低廉的价码 用几乎这种胁迫的方法 要求屋主 把这个正在燃烧的物业 把卖掉 如果不卖的话 那么建筑物就直接 让它原地烧光 克拉苏真的就靠这种 趁火打劫的手段 收购了大量的罗马房产 重建之后 再把它租给原屋主 或者是其他的人 因此在历史上 它不仅仅是罗马的大地主 而且它也留下了 恶名昭彰的记录 而同样的行径 也发生在清理时期的台湾 在道光年间 许多民众的家里发生火灾 往往求助一门 因为放火的不是别人 这是官府的兵丁 而这些兵丁们会勾结地皮流氓火烧民战 然后再趁火打劫 渐渐地在地的居民 开始通过宫庙组织来防灾救火 红色砖墙楼高11公尺 士坎楼 自17世纪荷兰人建普罗明浙城 400年来 这里一直是繁华的市中心 周边满是热浪的市集 霜天平地 就在这一天发生大火 道光20年4月份的时候 在今天五庙那附近 前间发生一场大火灾 结果大火一发生的时候 大家好像束手无策 1840年 是坎楼对面的五庙街区 一场大火 烧出一连串成鹅的 消防公安缺失和传统街物问题 神农街就名北市街 过去是运河流过 进出口的商业种地 很多商品 比如说我们要外销 要销去中国大陆 或者是从那边运货过来 就会经过这个水路 那到了这个神农街那边 它要卸货 要一楼当店面 两层楼木造建筑是以前的店面 移动连着不动 却一遇到火箭 就一发不可收拾 人口有更激烈的地方 一般的街路 它的行都都比较稀 算是基民住的房子 也都比较浸零 那这种街屋 我们会看到 整条街坑都是入口的 尤其是顶那卡 那个整个旗楼 它的木头都是香脸 到了屋顶也是几乎香脸 一旦烧起 又因为有香 去熏 或者是油漆保护这边木头 所以就变成很容易来烧起 有一家变成隔壁的 隔壁在烧到隔壁去 火一刀就是一整排 整一个面上的民众一代 民众朋友已久不报案 必须找到办法 那时候救灾 实际上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 跟设备 一旦发生过去的话 最主要是由 顾县 他们的牙役 或者是当地驻金部队的兵丁 以及自外星的民间组织 或者是保甲撞金团 他们一起来救灾 主要负责救援的是官府兵丁 然而紧急时刻 你却可能找不到人 因为他们都不在岗位上 尤其像道光年间 当时可以说是清代台湾 兵丁治安风气 最经济败坏的一个年代 要找士兵平时不在营区里面 要找士兵的话 要到哪边找 到营区外面 周围的这个高京赌场去找人 别说是找不到人的 甚至很多时候 一家失火不是天干物造 而是这些负责救援的兵丁放的火 那这些人有时候都怎样呢 素质不是很高 所以素质不高的情况之下 常常就会跟地方的地皮无赖 或者罗汉角勾结 过去常发生的这些地方的一些 其实像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火灾有时候是重火 借着这一个机会来放火 放火以后来进行抢劫的 日本人刚来台时就形容杀人和赌博 是台湾两大弊端 当时不仅纵火 更有诈骗集团更新台湾 因为罗汉角有时候他们到了冬天 饥寒交迫最后就病死了 病死了以后呢 这个再没有 就是说没有人去收埋之前 可能就被拿来故意丢在你家门口 故意丢在你家的这一个什么屋檐底下 然后就来勒索你 以前就有这种诈骗集团 也会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跟你关系好 然后我就拼命帮你救 跟你这一户的人家关系不错 我就救灾的时候就拼命帮你救火 其他的这一个住户可能跟我关系不好 或者是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就晃着不管 救火人员是坏胚子 不造房屋遇到火警还会延烧快速 这可怎么办呢 道光年间五庙前这场大火 就让地方士生决定自立酒精 他们集合社区成为管理委员会 立背自立十条公约 而成员就是五庙附近六条街的商家和住户 在这个六条街的这个范围里面 在依照各接近的分段 各成一个小团体 然后分择分别负责 然后大家规定家家户 个人各家要准备一些相关的 救火的一些相关设备 第一步就是决定不靠冰丁了 而是由各区选出职年炉主 并规定免故遇到火警时要派撞定的大火 第一个就是火灾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楼主要立即来卡路接种 然后大家国后就要派这个 一个那两个这个比较清晰的种顶到这个炉主 定义炉主的地方去庆祭救火的装备 那灭火的时候最主要采取 拆卸跟破坏的方式 然后再或者是用水桶装水 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没有现代化的组织跟装备 那时候叫水桶时代 拿装备像是水龙 斧头 木棍 主要都是破坏器材 再到火场救援 但是当年可没有消防栓 打净税也太慢了 因此规定必须要在空地门口摆放木桶装水备用 类似的设备 紫禁城内就有308个称为太平缸 房子前面的空地 大的就是放这所谓的 他们称之为木桶 太平木桶 太平就是我们讲太平间那两个字太平 太平木桶 那如果空地没那么大 那就换个小水桶 他们称之为所谓的一个太平缸 这是一个基本的平时的一个磁水的一个作为 同时他们发现救火困难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当鹿霸 把东西摆在救援道路上 各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店 店让它排队敲出这个楼 楼盖 造成这个新机又搭这个插盆在夹力 以后各家的店铺里面不准再设置木桶 你要的话就改为所谓的竹林式的比较轻巧的拉出来 类似我们像现在我们这种同步的一个设计这样子 而抢救时不但要同时报官维持秩序 避免萧小趁火打劫也规定要在火灾现场第五间房 拆一条火路隔绝眼上 而因为救火被拆除的建筑 在当时也有明文规定日后再做赔偿 这一切的规范刻成石碑公告让民众遵守 包括议定这一个防火章程 包括后续的这一些所谓的救灾的这一个任务 几乎都是落在民间的这一个身上 然而只靠民间的做法还是有弊端的 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统一的集合地点 在这一个组织之下 所有的这一些救灾的资源 这些救灾的资财 都放在植连儒主的那个地方 所以就是可能也会随着 今年的儒主是谁 大家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要去拿这些救火的东西 穿戴那些救火的衣服的时候 这个浪费了很多时间 石碑一笔一画 刻着先人智慧 这块防火章程碑 虽然不能完全解决打火问题 却是台湾最早的消防纪录 在清代时期 对所谓的台湾的这种 所谓的消防的一套机制 写了相当完整的一项的规影 台湾历史上这个亦俸 亦有消防组织的一个 这个等于就是说首次的记录了 石碑记录 留下300年前台湾样貌 也见证台湾消防 从民间到官方共同守护家庭的力量 锦销系统一直是凝聚在地势力的强大组织 明年的总统大选在即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先生 虽然没有获得党派的支持 但是身为全国益销总顾问的他 似乎作用消防体系来当作民意的后盾 这也让泽青想到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 其实益销这个角色 在早期犹如地方的角头 而提到角头这个名词 相信大多数的观众应该都很熟悉 也都会直觉地认为 角头讲的应该就是黑社会的老大 其实在早期 在鲜明的社会里面 角头是指的是在村庄里面 一个特别的单位 他们掌握了最绵密的地方网络 也是最具有草根性 最接地气的民间组织 那台湾在还没有设立 官府消防机构之前 角头在民防跟消防上面 扮演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而1895年 那个甲午战争之后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 那当时的地方士绅 孤显荣 他向日本政府建议 延续清朝的政策 设立保甲制度 来组织壮丁团 那这样不仅可以维护社会治安 更可以协助警察来防灾救火 而孤显荣之所以会这么的建议 其实有更大的主因 因为这些士绅贵族 希望能够透过保甲的壮丁 来避免萧小打劫 保护自家的财产 也因此保甲壮丁团的干部成员 几乎来自于富贵人家 而孤显荣正是在日治时期的 保甲局总局长 火蛇蔓延闪然瞬间 六名消防弟兄没能走出火场 2015年桃园新屋保龄球场大火 烧出一把公安问题 猛烈火势在暗夜中 把桃园进棚工厂烧成熊熊火柱 也带走六名消防员性命 一场场大火是制度下消防人员 用命替民众换来的安全 可敬可配的血泪也翻开 从日治以来 台湾现代消防的一页业历史 1895年甲午战争 清军败亡 签订马关条约 台湾割让给日本 朝廷就把当时的 当时的巡抚 唐锦松就找到北京去 跟他讲 我们签了这个业 台湾就割让了 所以你要下令 在台所有的大小文武官员 军人一律类度 消息传回来 万民势不服窝 地方士绅邱冯甲等人 组成了台湾民主国 决议反抗 推选台湾最后一任巡抚 唐锦松担任总统 要抵抗日本统治 民主国成立 在台官员 一律照旧有的官权的乡称 当时在台北官员就全跑光了 官员全跑了 剩下唐锦松 然而就当日本军队 从供僚登陆 一路要杀进台北时 唐锦松也搭着德国商轮 落跑到厦门了 原本英勇抗日的义勇军队 群龙无首 都转成当盗匪 在台北城内烧杀掳掠 李鸿章讲到 宰相有权能各地 孤城武力可为天 台北是一个无政府状态 台北城啊 随烧杀掳掠 盗匪士奇 随怎么办 随这些商人 他们就要去引日本军队 进来台湾 这时候一个蒙甲商人 站出来了 他是顾鲜忠 带着蒙甲和大道成 士绅写的情愿书 跑到基隆送给日军 还一路当向导 不费一兵一卒 进到台北 开启日本治坛序幕 顾贤荣也因此 和日本政府搭上了县 成了富商 而预言太郎 在当这个总督的时候 对他很信任 那很信任的情况之下 就把这个一些资源 就放给他 为什么要放给他呢 因为他也要他 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一方面给你一些利益 那一方面也要求你要 这个听从日本政府的一个想法 然而没有想到 迎进城的日本军队 却是台湾人的另一场噩梦 他们不仅经常骚扰步女 还四处抢劫 这时候顾贤荣又站出来了 他向总督府献策 要仿效清朝团练 制定保甲制度 在地方维顾治安 顾贤荣就是首任的保甲总局长 总督府他们特别参考 清朝时代的一个保甲制度 那本身啊 因为外面也加以参考 修正然后沿用 石户为一甲 石甲为一宝 相当于今天的林长和里长 底下再找些年轻力壮的居民 组成壮丁团 他们都是选择啊 十五十七岁到五十岁的 年轻力壮品性比较端正的 然后给他们施以训练 保甲壮丁团的干部 不外乎是地方士绅 富商或是地主 为了维护自身的财产 更积极投入治安维护工作 而录取的成员 也不能有重大前科 一开始他们只协助 平定抗日势力 但随着叛乱减少 壮丁团成了维护治安的帮手 其中就包含了救火工作 他们的任务啊 最主要就是一开始啊 是等下帮日本啊 这个对付啊 这个反抗的势力 接下来就是维持治安 然后随火灾的抢救 日志出席的台湾 并没有官方消防组织 壮丁团除了平时要负责守望相助 遇到火灾还得担起救火责任 每个月一次接受点减 只是减分的教育 谈不上多大的功效 然而这样的松散组织 就是日志台湾最早的消防组织了 清朝跟日志出席啊 实际上本身的救灾观念也比较薄弱 不像现代化的一个救灾 他们都是开出一条火路 然后本身啊 用简单的灭火的用具 包括水桶啊 然后把这个铁苗 特别是日志前期火灾频繁 全台每一年都有五百件以上的火警 甚至多达七百件以上 但忙成这样子 他们不但没有薪水可拿 甚至连打火工具 都还要靠邻里来自己募呢 他们的经费啊 是由当地的一些啊 这个民众啊所监助的 那本身啊 这些成员都是透过先期啊 来了 而且啊 所有父亲都是义务的 没有什么津贴 正因为没有钱拿 壮丁团平时 都得靠其他工作吃饭 只有火灾发生时 才会放下工作 先赶到家串装备 再到火灾现场 然而往往他们到场救援时 火都已经烧完了 这扑路的易消组织 激动不足的问题 烧不完的火引起民怨 总督府当然也发现了 于是掏钱买新的消防器具来补救 然而成效却很差 警钟一响 朝鲜的附近住户 看到旅馆已经起了大火 这间旅馆日之晚馆 位于今天南娘街附近 梁启超也曾来入住过 然而大火来得突然 旅馆瞬间陷入火海 尽管当时台北买了一台 蒸汽帮扶 但光是等人把它推到现场 就已经过了20分钟 由于救灾时来 风势助燃 然后风向转变 所以这场火警化 花了两个多小时 烧了86间才扑灭 这一场号称日本领台后 规模最大的火灾 因为风势助燃 灾情甚至扩及两条街的范围 灾后更迎来检讨 认为防灾绣户不能只靠民间 必须要有常设机构 只是这时的日本政府 却不愿意采纳这个意见 让日志前起的台湾 仍只能靠着撞钉出力 裁罚出钱 撑起打火工作 天干物照 小心火灾 就是我们在电视剧里面 最常听到打羹人的经典台词 而打羹人的顾名思义 就是透过打羹敲锣 来为大家报时间 不过除了报时之外 打羹人还有另外一个职责 就是检查城市的消防安全 意思古代也称这些人叫做火木 而我们将目光把它移到 这个日本的江湖时代 265年的岁月静好 也促进了都市人口的快速发展 不过当时这个幕府 禁止平民使用瓦 只能用茅草来铺设无底 因此只要有一团小小的火苗 就可以把整座城市燒个精光 那么一直到了1720年 八代将军得川集中 也就是我们在时代变所看到的 报仿将军 他松绑了建筑禁令 开放民众能够使用防火 或者是耐火的建筑材料 而集中在微服初旬的时候 他身边都有一群手下在暗中保护 这群由贵族武士 所组成的这个弟兄 他们称之为 也就是火销 他也称为日后打火组织的滥伤 而在过去的台湾 我们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土角处 因此只要发生个火灾 那么救火的方式 都得靠左临右舍来支援帮忙 没有系统性的组织救火 日治时代的台湾 在台的日本人数量增加 日式的建筑也因此变多 木造的房子 其实是很容易引发超大型的火灾 一旦波及邻居 往往会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救火 民间纷纷成立的 以木工为首的消防组织 不过当时的官方 并不愿大力的来推行 初期的筹组的费用 都来自于民间的木款 其中捐赠消防设备 提供封闭消防或是救灾经费的 就是被誉为台南消防先驱的住己秀松 两层楼日式建筑在90多年前是富有的象征 很特别的像知识 周知识 或者是说像银行的投取 这种地位非常崇高的 才会有两层楼的这样子的宿舍 梁柱底部包同 避免木材浸润烂掉了 这在当时也只有高官 银行总经理及以上的干部住家 才会使用的建材 这里就是他们的钱院 以前的钱院有很多钱院造景 就他们有专属的园艺师 逢年过节 或者是每个礼拜 会来维修这一些造景 门口还分大门小门 官员才走大门 工作人员都得走小门 占地250坪有钱院侧院 其实这边有一个秀园 很像那个中国 好像我们台湾传统的屏风 那可以以前是用竹子做的 那上面还有一些稻草 那后来可能损坏 他们就用昏灵图 就做工很细 把那个像这个竹边 他都把它晃出来 还有一个私人神社 就算放到今天来看 都是极少的豪宅 这神社不大 不过它意义还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私有的宅邸里面 那还有这种公共神社的是很少见 很稀有 几乎我看过就只有这一个 而这一栋房子的主人 是他 筑籍秀松 日之时期营造业巨破 也是台南人口中的台南消防之父 他是谁又怎么影响台湾消防历史 故事从一条铁路说起 1899年在民政长官厚腾新平的规划下 一条从基隆到高雄的纵贯铁路 从南北两端开始动工 那这个时期你会想像这个 台湾的西部工程上的需求是很大的 它经过很多很多的西啊 很多很多的河 像那个周旋溪啊 那都是大桥 那这些桥啊 要盖的时候就需要很多河 当时许多日本国内的营造业 纷纷来台插旗 其中1900年 曾负责日本那辆铁道工程的营造商 陆岛祖也来到了台湾 跟着来的就有他 筑籍秀松 筑籍秀松 他是日本广岛 今天日本广岛无视这个地方的人 他在1872年出生 筑籍秀松和日本武将 枝田信长有血淹关系 旧宅内仍能找到 他和枝田家一样 使用五瓜糖花纹来当作家会 来台之后 筑籍秀松跟着陆岛祖铺设 铺设重贯铁路工程 包括所谓的海线的这个 大甲溪铁桥 它也有参与 包括阿里山铁路 它也有参与 1908年 纵贯铁路完工通车 筑籍秀松也在此时自立门户 成立筑籍组 从此他开启了版图 扩及全台的营造王国 包含日月潭水利发电厂 乌山头水库到台北桥 都有筑籍组的参与 它的本店除了在台南之外 那在大道城那边也有支店 那因应在各地的相关的 所参与的一个工程 所以像在渝兰它有出张手 其实他们以前的房子 这个门出来一直到马路旁边 也是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家的土地的一部分 西边这里 大概有五个店面的宽度的房子 那个是他们的宿舍区 住几组的福利 一看称幸福企业 住家西边盖了员工宿舍 给来自日本 或是全台各地的工人使用 甚至为了体恤员工辛劳 还在住家对面 盖了一间招待所 他们还有一个 那一个Club 就是说老板娘 所有人工人 大家做工会很累啊 晚上他们都烧烤嘛 吃东西啊 Club可以喝酒 这么好的福利 那还有宿舍 像我们去调到他们的福吉资料 住了很多工人有利益的 住吉秀松不仅对属下 慷慨 还非常热心工艺 更是给贫困家庭奖学金 总计度一百多人受惠 他要几乎每个月 都兼三千块日元 作为所谓的贫困学址的 一个教育资金 那不管是日本人 或是所谓的一个台湾人 部分台湾人 日本人 住吉秀松一视同仁 这是他大企业家的气度 而从以前他就非常投入消防抢救的工作了 这也源自于日式建筑的习惯 他们会几乎百分之百的结构都是木工 所有的梁柱 那我们可能墙壁会用很多非木工的 那他们的墙呢 是主要还是用走组 和台湾红砖的TOKSU不同 日式建筑多是全木造股 一旦起火一发不可收拾 而最懂房子结构的木工 就在火灾时期单起重责 那这些木做的房子一旦烧起来的时候 你要等一个官方组织来救火 以当时来讲是缓不积极 我们现在交通有什么消防车就开过来 一起拿有消防车 那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家救火邻居也很重要 他们会主动来集合起来去救灾 那日本人也是一样 因此在日本人的聚落 就会出现以木工领导地方人士 组成民间救火消防组 像是台北的泽景市造 他本身的财力非常雄货 政商关系非常好 在营建业 可以说地位非常充高 影响力也非常大 他就出来花自己的钱 组织私立消防组 而在台南就是驻籍秀松了 创建支出他就捐了三千元以上 相当于师范学校校长两年的年期 一旦发生事情 这个营造厂的那一个 他们很容易取得 各式各样的工具 或者是材料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变成 我们台南 那时候他是一个最大的营造厂 local的 所以他就担任这个叫做头取 驻籍秀松出钱出力 领导台南消防组 不仅花钱买设备 还必须定时人员培训 他们每年在过完年之后 日本过的年是所谓的 国立的元旦以后的过完年之后 都固定会召集所谓的消防成员的 他们所谓的在台南公园 是做相关的一个演习的信念 那就出钱出力 那后来的人大家都很敬佩他 所以认为就是成立这个组织 就是从他开始的 那所以他就把他混为 我们台南的消防致富 驻籍秀松的成就让人改面 地方人士还替他立了铜像 然而1928年驻籍秀松 就因为胃癌过世了 全程都来送他 送葬队伍长达几公里 队伍相当的浩大 除了他们自己驻籍组的这些员工 都穿着鞋有所谓的 驻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服装之外 那当时一些重要的 一个不管是政治界的 或是所谓的一个工商产业界的 很多人都有来 驻籍秀松死后葬在台南的日本人墓园 而他乐于捐助奖学金助学 也让日本人特地将他立牌位供奉 驻籍秀松 就是在他过世的隔年1929年 这个台湾总督方面 也特别把他的神位 一同一起放到这个资三年 在每年的一个历祭日当中 一起来祭祀他 以彰显表扬他 对以他教育方面的 这方面的一个付出跟贡献 而他一力培养的消防组 也在他过世之后 持续守护这片土地 台湾自清代以来的消防打火任务 几乎都是仰赖民间的力量 这个状况一直到战后 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特别是国民政府 撤迁来台的初期 蒋介石一心一意的想要反攻大陆 而当时全台竟然总计 只有257名台籍的消防队员 而他们最主要的工作 并不是救灾打火 而是维持社会秩序 避免反抗势力 因此消防救灾上面 只能寻求民间的义勇消防队来协助 但是1947年所爆发的228事件之后 这些义勇消防队员的角色 开始变得泰昧不清 因为他们多半是日治时代 延续下来的壮兵团成员 而这些消防队员 不仅仅是地方上的意见领袖 更是知识青年 在官兵民反的时代氛围里面 许多的义勇带头其意 成为反抗政府的意愿 那消防车呢 以及它的消防设备 也成了武力抗争的工具 1945年 立刻躲在日本广岛的文字带 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日本人走了 国民党了 原先当时战争结束了 台湾人满怀期待 迎接祖国 迎接心中的这个祖国 哪知道这个祖国 远看一朵花近看我的吗 中山堂礼成为代表接受日本人投降 台湾由中华民国接管 战后的台湾许多基础建设 被美军空袭炸毁了 百废待军 但这个时期的国民党 可没有把治理台湾放在心上 他们还忙着跟共产党打仗 各方面特权横行 经济垄断了一大堆 军纪败坏了 当初的局势还不是很稳定 所以这个行政掌握公署 都是偏从于治安和服务的消防 消防组织有微明显 原本自治时期设立的消防署被裁撤 编入警察局底下变成消防队 警总是最高的主管机关 而人员则是流用自治时期的 257名台籍消防员散布在各地 像是在台北有64人 基隆只有一半 台南更只有10多人 其中自治时期的消防员 陈金田就从领日元变成领台币 职称也改成警员了 那这些人必须到警察那个地方 受训练完以后 才取得警察的资格 同时把自治时期的警防团 编入义勇消防队 像是台中富商林坤的两个儿子 林连成、林克成 自治时期就是壮丁团 警防团成员 战后也加入了义勇消防队 当政府队长 而除了人员之外 打火用具也完全延用 像是这件日制的消防衣 和民国初期的 两件材质样式都一样 只有头盔和徽章不一样 日记时代 民国三、四、四年的时候 还是穿着消防救灾的服装 他本身比较笨重 那时候消防的工作 一开始 仅止接受日本时代留下的 组织人士跟社变 对消防工作 没有特别的规划跟检讨消防的组织 枪声响起 处杀死亡民众和商级烟犯 1947年这场茶器司烟案 引爆全台 对国民党治理下机缘已久满 全国各地陆续齐全拜抗 各地都有一些 人民自己组成的一些团体 当然里面青年学生最多 接管武器 或者警察局的宪兵队的 要求整理政府要改变 要改变 228事件爆发 全台各地出现犯抗份罪 有些消防员被下令要集中保护外省人 而异消负责维持治安秩序 那时候所谓的外省级的官员跟警察 隐匿不出了 那义勇消防员或消防员本身 活动比较自由 所以就代替警察的职权 出来维持秩序 防止火灾事件 不受限官方力量 义勇消防队员更像是民间的异见领袖 在政治力介入下 许多人也加入了反抗行列 像是3月2日 台中民众聚集台中戏院 举办市民大会 女革命家谢雪红也登台演说 当时民众就以消防车 冥想警笛游街 呼吁大家响应其力 甚至当成逮捕 根据台中情报人员所述 其中一辆是义勇消防队长林原成抢来的 而这样的情况全台各地解释 开着消防车去呼吁抵抗政府 做攻击事件 把消防车当作一个攻击的武器一样 然而也有部分义勇消防队员被警总策动 隐身地方之间 而消防机关更直接被征用 像是日志时期 台南消防署所在地火箭楼 在228时期 就因为高耸醒目 大家都知道它的位置 而被青年当作紧急应变中心 策划占领广播电台的活动 消防署 消防的分队 本身就是一个群众集结 或者是本身信息联络的一个 发布的地方 随着官方强力镇压 反抗势力被瓦解 这些义勇消防队员也被秋后算账 像是林连城林克城被控告 内乱罪分别判处死刑和物件中心 後来政府宣布 下台湾消防历史的一页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 这不仅仅是形容 这个爸爸妈妈生存的孩子 跟他不一样 他其实也讲的是另外一个 传统建筑上所看见的龙图腾 其实大部分这些龙图腾 都是龙的小孩 例如在台南刺坎楼里面 背负着沉重石碑的龙头大乌龟 其实是龙的长子 喜欢背负众物的壁戏 而在传统的庙宇宫殿 甚至于在私宅上面 会看到另外一个像龙的图腾 那其实龙的另外两个小孩 分别是龙头余生的刺吻 或者会称之为虎 与其还有一个像牙还没长齐 那爪子也没有长好的小织龙 也叫磁纹 那一只会吞火 一只会吐水 因此也成为传统建筑里面 人们最喜欢的闭火图腾 而除了神兽的庇护之外 打火设备也必须要与时俱进 像是在1932年 会在台南的零板火一开幕 那民众最期待的 就是搭着最先进的这个电梯 那抵达六楼的顶楼 来饱览市区的美景 不过呢 零板火开业才短短的半年 那屋顶的神社 却发生了火箭意外 消防单位呢 在救火的时候才意识到 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 高楼层救援 灯红酒绿与上架林立 繁华的台南木广亭被称作银座区 1932年台湾第二间百货公司 林百货在这里开幕了 1932年林百货在台南所谓的银座 进化去那边开幕 那开幕时有五千多人 民众去那边观赏 五层是商场 六楼顶还有座位区 林百货被当地人 昵称是果站牢案 有着当时台南第一座电梯 大家都想去坐流窿 成为时下最时髦的活动 然而开幕才半年 林百货就突然发生火箭 六的那个地方 这个本身的平台 在建造一个所谓道合神社 因为施工不当 本身这个 因为祥阳原地引来木屑 造成火灾 大火烧起来 距离零百货两百公尺外的 台南消防组即可救援 宅小陡峭的阶梯 不断向上爬来到顶楼 从这里 不仅能将台南市区一览无遗 更能完整看见 林百货就在前方 其实林百货距离 我们这个火箭楼 就是算是在隔壁而已 也可以说是一步之遥 当初发生火灾的时候 这边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的顶楼的神社发生火灾 就通知这动向队 赶往前往救灾 这座高楼叫做火箭楼 顾名思义就是为了登高俯 看台南市区的火警状况的大楼 每天都会有消防员连板守望 如果一发现有火灾 他们就会立刻敲响警钟 提醒附近住户赶紧逃生 而当时警钟的位置 就吊挂在塔楼屋檐下 但其实这一座楼 最初新建的原因 是为了日本天皇 那时候叫昭和天皇 他即位 那他决定在1928年 就是两年后 即位的两年后 他要举办一个叫做 玉大典的登基 就是庆祝他登基 昭和天皇本名玉人 再会62年 是日本再会最久的天皇 即位前他还曾到台湾 寻觐十二天 1926年他父亲大政天皇驾崩 玉人到了1928年才举行登基大典 正值日治时期的台湾 为了庆祝天皇登基 就在台南周厅对面 也是台南的市中心 盖了一座玉大典紀念塔 庆祝登基也兼座火灾瞭望 不但有防震功能 还是当时台南最高建筑 而楼塔下方就是消防对拜工具 那后来呢 就把消防的功能 消防警钟台的功能 结合到这座塔上 它的高度在结合之后 达到了大概30公尺左右 而且这个地段 当时是台南最高的点 然后再配上这座30公尺的塔 可以了抗无疑 整个台南的状况 警钟敲响三四楼高的距离 消防人员就沿着滑竿溜下来 那个时候消防员寝室在三楼 然后他们可以从上面三楼直接滑下来 冲出去一楼救灾 然后穿上以麻和食棉制成的消防衣 往往我们救灾时啊 这个为了保护安全啊 会把它先淋湿 进入火场里面 但是很笨重 推着帮补车要到火灾现场 这个是我们在日记的 人工消防帮补车 它是在火灾发现场的时候 它要把这台帮补车推到现场 要有人工把水装进去 接下来会有两个人 用冷力压 产生半步的作用 让水是有力道去灭火 林百货顶楼神社失火 消防员改步现场抢救 却遇到困难 因为当时几乎是矮平房的年代 六层楼的林百货可说是非常少见 该如何抢救 对消防员来说是心挑战 不过那时候又在日记时期的消防队 因为它是这个地区 算是唯二的两栋高楼 火箭楼跟林百货 所以那时候的救灾会衍生到说 我们那时候的器材设备 没办法在高楼支持灭火 一般住家都是一楼矮房 商家才有两层楼 更高的多是机关单位了 当时消防员登高 多是靠竹梯就够了 这叫竹子的消防梯 我们救灾时要寄高零下 能够了解火燃烧的状况 然后必要是做指挥 好在林百货每层楼都有下方设施 火箭半个小时就被扑灭 没有人员伤亡 但顶楼户外的桌椅和神社木材都没了 损失大约千元 因为这样 所以台南市就购买一部 所谓的索摇云梯车 也是因为林百货发生火箭以后 第一部台南买了一个云 首要式的云梯车 而市主林百货为了防范未然 自己举办了消防演习 还在报纸刊登道歉启示 同时打出大特卖促销商品 成为另类行销 自动建筑的位置 它其实是在我们旧台南市的市中心 真的就在正中心的位置 去哪里都是刚刚好的距离 1938年在火箭楼两旁 再扩建三层楼建筑成为合同厅社 也就是联合办公室的意思 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可以休闲的娱乐 还有团体活动的场所 所以就把它扩建 因为这个时候有三个单位 要进驻到这个建筑物里面 第一个就是原本的最重要的消防队 东侧的部分 这是东侧 是警钉警察官吏派出所 那在过去那边算北侧 北侧的话是以前的警察会馆 除了原有的消防组加入派出所 而北侧的警察会馆是为了让警察有休闲空间 当年包含了娱乐室 食堂、浴室 直到战后 类似的日志时期联合办公室 习竹、吴伟也害六岁之鸡 而这间联合办公室其用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炮弹轰炸学校也炸毁总督府 自1943年开始 美军为了阻止日本的侵略 对台湾的日本设施进行轰炸 总计美军对台头弹轰炸310吨 死亡人数高达5580人 烽火连天四处即火 那时候效念的话 他的责任就越来越大 除了担任火灾水灾想救以外 还有空袭以后造成火灾的状况 所以可以说是遍地封火 那时候在战乱的时候 这些日本的干部跟职员被征召入伍 被征召入伍了 那时候战乱的时候 火灾发生的频率又很高 然后这些人又被征召入伍 等于是公社的消防队是没有人的 原有的消防员被抓去打仗了 加上空袭到处都起火 还不时有炸弹让消防员死伤惨重 因此出现无人打火的窘境 而出现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日本人歧视台湾人的后果 因为当初日本人统治效台湾的时候 所有的公社组织都是由日本人担任 不管是干部还是基层的职员 都是日本国人在担任 台湾人没有担任这个职务 日志初期台湾消防以民间为主 而且区分日本人和台湾人 日本人住宅区由日本人组成的消防组救货 台湾人住宅区则多是靠保甲状钉团 然而当时的救灾都是义无性质 没有钱拿 因此不时出现趁火打劫的状况 民众对于这个实际的消防组织 也有所厌言 因为他们救灾 往往把助农当作火旋 会提议啊这个 谈价钱 然后再从救灾 不是一来就马上救灾 直到1919年内地延长主义宣布殖民地台湾 同样适用日本国内法律后 消防人员逐渐成为正式职业 趁火打劫才改善 这时候的消防组成员地位可是崇高的 当然只有日本人可以担当 而这个状况却因为战事而改变 所以那时候才招募台湾有志青年可以加入我们的公社消防队 所以直到1943年才有第一位台湾消防队员 在日治时期担任消防队员 陈津田就是第一级台籍消防员 以一个月的薪水45元参与战事救火 日本离开前还颁给他感谢状 然而积极是这样的人力还不够应付轰炸 民间组成防卫团遇到空袭立即发警报 还要救火救灾协助防空躲避 1943年4月民间的防卫团和官方的消防组结合成为警防团 捧一负责空袭消防工作 消防人员不管三十天的孩子们一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来抢救而且是最后离开的 我们总是看着消防员火场冲锋陷阵的背影 他们用生命维护民众安全 但完善的制度和民众警觉 才是让他们能安全走回来最有力的后盾 那消防人员都是用生命在工作 他们本身可以说是正纲的台湾英雄 读万件书 行万领路 是为了回家与你分享故事 我是谢德鲸 感谢你的收看 导渡台湾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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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见 最后 mobile